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各位可以看到日期 那什麼叫日期?其實你會發現 在ESALE裡面,它預設的格式就是年、斜線、月、斜線、而且是西元的 那可是你會發現 預設是長上面這樣子,可是下面這個的話是民國年 那你會發現這個格式蠻特殊的 這個格式的話,在內建的其實是找不到 可是問題是要怎麼做出來 它的差別就是說,第一個,西元年改成民國年 第二個的話呢,斜線改成點 第三個的話呢,就是如果各位數字它會自動補零 那第四個,你會發現瓜糊後面有週期 也就是說,假設你今天如果你希望創一個格式是 在那個日期格式裡面找不到的話,那該怎麼做 OK 那首先的話呢,當然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先利用前面的這個 今天來做練習好了,首先第一個今天 比如說今天的話呢,當然我們顧名思義嘛,就是 取得今天的日期,所以你可以用插入函數 在這邊呢,找到一個所謂的那個today函數 OK,today函數 那當然它沒有引述,按確定它會取得今天的日期 可是實際上,你會發現奇怪為什麼它會自動幫我加上那個 年斜線月斜線日 實際上跟各位講一下,按右鍵出現的格式 如果假如我把原來的日期格式改成通用的話 那它這邊會出現的是一個數字 是44543 那你想說怎麼會是這個數字 那跟各位講一下這個是它存在以色裡面內建的 它也就是說根據官方說法 它是把1900年的1月1號 當成是我們日期裡面的第一天 所以你輸入這個1900年1月1號,按右鍵出現格式 你把它改為通用,你會發現它就是1 OK,那如果你把它改成2的話 那它會怎麼樣 你在格式化整日期,你會發現 它就會變成1月2號了 也就是說 它基本上呢 1900年1月1號就是第一天 一直到這一天為止 它已經經過了44543天了 OK 那為什麼會變成格式 因為它如果偵測到它是一個日期 它就會自動幫你加這個格式上去 所以讓你看到它會是一個正確的格式 不過呢很多時候 以色列會常常會怎麼講 偵測錯誤啦 本來不是日期,它就是幫你把它格式化日期 反而造成別人的麻煩 那還有啊 剛好顛倒 本來是日期的它卻沒格式化 那就是會有問題 OK 那當然呢除了Today之外 你們可以在旁邊練習 這邊的話你也可以用Now 那Now的話呢 跟Today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 其實你會發現結果一樣 最大的差別應該是這邊 你如果把格式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時間這邊好了 它如果年月日十分 好看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Now的話呢除了說有那個日期之外 其實它還會取得現在的時間 OK 可是Today的話呢 它只會幫你更新到這個凌晨十二點 也就是整數的部分 那當然呢如果你假設把 這兩個格式化成 什麼呢 通用格式你會發現喔 上面的話是一個整數 那下面的話呢 就是有小數點 意思就是說呢 時間部分喔 就是小數點 也就是一個小時 基本上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那二十四分之一的話呢 它反正就是 就是除了之後會有小數點 那如果一天的話剛好二十四小時 所以又禁位 所以一整天又禁一位 OK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說你要取得什麼 所以要格式化了 這邊把它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成日 看日期好了 OK 好 那當然啊如果你要取得 這個日期裡面的年的話 有沒有 你前面有講過年 月日 然後呢 甚至是週幾的話 然後甚至什麼 欸 十 分秒 如果你要取得相關資料 那當然呢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把它用 前面講過那個test去切割 那如果你不用test 你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喔 這邊就有year函數 year的話就是取得 某個日期 資料裡面的年 所以按確定 2021就過來 但是你過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其實 不應該格式化成日 它卻格式化 那怎麼辦 按右鍵 所以它格式把它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的話呢 顧名思義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剛剛是year 這個的話呢 就是month 月嘛 OK 那給它這個日期 按確定 然後日的話呢 顧名思義 就是什麼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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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天 那週幾的話 顧名思義 就是 這邊會有個叫weekday 然後呢 給這個 這個retend type 就空白 按確定 你想說2 那2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一個禮拜的第幾天的意思 也就是說啦 因為 這個觀念呢 Excel是美國 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呢 他們的觀念是 禮拜天是第一天 所以今天禮拜一 那就第二天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格式化成 我們看得懂的 你可以用日期 裡面有個叫什麼 週 週幾吧 星期幾 這邊會出現 星期一 OK 那10分秒的話呢 這邊其實當然就是 凌晨12點 因為這個today 剛剛有看到 那如果你要取鬧的話 可能會比較意義 10的話就是 顧名思義 給這個 OK 19點 然後分的話就是mini 然後呢 這個 秒的話呢 就second OK 10秒的話 這邊的話 顧名思義 也就是將來如果你要拆解一個日期 其他的相關資料的話 包括就是 年月日10分秒 那你就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類似這個方式 給他 他要的 他就幫你拆解了 OK 大致上這樣 另外的話 那個日期的計算也很簡單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現在應該是 20 應該2024了 奧運 那假如是奧運 其實我不知道哪一天 不過假設這個是 2024的 7月1號 假設這一天 7月1號 那我想知道呢 距離2024奧運會 到底還有幾天 欸 那這個 這一天 減掉什麼 減掉今天日期 那不就是 總共 因為你會發現 按右鍵出身的格式 假如把它變成 通用格式的話 它其實裡面存的 還是一個數字 也就是 45,474 減掉 44543 那就是剩下的 就是相差的天數嘛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得到這個結果 很簡單 等於什麼 等於 這一天 減掉 減掉哪一天 減掉這一天 打個勾 就出來 931天 OK 那當然我們可以把它恢復 比如說這個可以把它恢復的日期 所以喔 這個看起來的日期 其實只是一個格式喔 它實際上裡面存的是什麼 還是一個數字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 如果有時間的話 那就是有小數點 這個可能要 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觀念如果有的話 那後面 再處理那個 日期跟時間喔 相對會比較簡單 還有什麼 星期期 星期期的話 我剛剛講的 就weekday OK 那其他的話 比較重要的函數 包含就是 daydiff 為什麼要特別講daydiff 其實以這一題來看 假設我今天要算什麼 算這個人 他出生到今天為止 總共活了幾歲 特別是喔 不是幾歲而已喔 然後幾個月又幾天喔 如果假設要精確到天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啦你如果說假設不是算天 我只要年 比如說哪一年的話 那其實我們很簡單 我們可以用一耳嘛 比如說這邊 這邊假設是今天日期喔 你可以輸入thday thday今天 今天日期喔 這邊加個等號 等於今天日期 好 那如果今天日期喔 其實你可以 什麼 如果 沒有精確到天比較簡單 你可以什麼 用剛剛講到的一耳 年嘛 OK 抓這個的年 然後呢 減掉什麼呢 減掉這個的年 所以喔 減掉 欸 用複製貼過來比較快 這邊把這公式喔 複製 好 OK 把這個改一下 減掉什麼呢 減掉這個 這個日期 那他會抓到1972啦 所以2021-1972 那就是49 可是喔 特別注意喔 這種計算的方式 他不會算到很精確 他只會算年的部分 也就是說呢 他基本上 必須是有超過 他也不管了 有沒有超過 反正就是說 他只要滿就算了 所以如果假設 這邊如果假設改成什麼 改成12月 比如說這邊8月嘛 依例是滿的 過了他生日 如果是 假設是1972的12月15號 還沒到對不對 那理論上應該是48歲 不能算49歲的話 如果你的邏輯是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喔 我即便改了前面的這個年齡 這邊一樣是49 也就是說他只會看年 不會看月跟日喔 OK 但是假如我們今天喔 是要算到 月跟日也要一起 加進來算的話 那怎麼辦 這邊的話呢 我們會用到一個 很常用到的 叫dative函數 但是dative這個函數喔 滿特別的 為什麼 因為呢 他 雖然存在在Excel裡面 可是你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像剛剛這個地方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奇怪怎麼沒有dative 那主要原因跟專利有點關係啦 因為這個專利喔 這個dative函數最早是出現在那個 以前有一套軟體叫 Lotus123 那為了 Excel為了 因為以前的市占率 Lotus123最高 但是已經在30年前吧 那為了要相容他 OK 所以呢 他就 用所謂的相容模式 來使用這個函數 那相容模式的話呢 他不能把那個 函數放清單 但是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打的 也就是 你如果要dative裡面 你要自己打 大小寫其實沒差啦 我打小寫 dative 那必須給什麼 給三個參數 好 dative 後面的話呢 要必須帶三個參數 很奇怪 這個 這個 輸入法 OK 等於 dative 括弧喔 後面要帶三個參數 欸? 帶哪三個參數呢? 欸? 第一個的話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的話就是 比較前面的日期 第二個的話帶比較後面的日期 第三個的話呢 你要比什麼 欸? 相差幾年就Y 相差幾天 幾個月就是M 相差幾天 就用D 不過其實相差幾天 直接減就好了 另外的話呢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 減完年之後剩的月 減完年之後剩的日 還有呢 減完年月之後呢 的 欸? 這個日是哪一天 OK 那這個當然呢 我們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剛剛那個today跟now 試試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練習 切它的年是year month day 然後呢 週幾的話是weekday OK 那十分秒就是hour minisecond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 還給各位 試一下